藏在西安街头巷尾的特色美食,姜水鱼鱼 吃起来清凉爽口,消熟解腻 是我们西安人夏天最喜爱的一道美食 那么今天我就把方法分享给大家 大家好,我是观祥星陈老师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操作 150克的豌豆淀粉,加入300克的清水 然后我们将它搅拌均匀 一定要将它搅拌均匀,搅拌到没有疙瘩就可以了 我们选用的这个淀粉必须是这个豌豆淀粉 当然土豆淀粉也能用 但是效果的话没有这个豌豆淀粉的效果好 做出来这个鱼鱼的话,透亮度豌豆淀粉要好一些 锅中加入1200克清水 大火烧开以后放入一克碱 然后倒入我们和好的淀粉糊 边倒边搅拌 这个时候一定要快速搅拌 防止它结成疙瘩 起大泡以后,我们把火调小一点 然后继续搅拌 搅拌到这种程度,颜色从透明状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火关掉 加盖,焖两分钟 焖好了以后,我们再次将它搅拌均匀 然后倒入我们的漏瓢中 让它自然落入这个凉水中 快速的冷却定型 冷却以后,大家看一下我们露出来这个鱼 像小鱼一样,晶莹剔透 这样我们这个鱼就露好了 我们露鱼的时候,一定要是去趁热去露 不要等它冷却以后再露 这样的话就不容易露下来 鱼露好以后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呛这个姜水 锅中加入少许的大豆油 油热加入葱姜蒜花椒干辣椒 爆出香味以后放入姜水菜 继续翻炒 然后加入姜水 加入适量的清水 放入盐 再加一点胡椒粉 然后我们将它大火烧开 烧开之后我们盛出来倒入碗中 然后等我们这个姜水放凉以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碗里放上我们露好的鱼 浇上两勺姜水菜 然后再放上我们炒好的韭菜 最后再来一勺辣椒油 这样我们这个姜水鱼就做好了 天热了 来上一碗姜水鱼 清凉爽口 消熟解孽 如果大家觉得不错的话 记着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